大家好,今天是10月8日 回到明報Busher買新機的時間 今天跟大家去看看黃金和白銀 很久未跟大家看過 先看看黃金 黃金當然厲害 它在9月26日 你見到它做了一個268.5 這個268.5其實是歷史高位 做完268.5之後 其實踏入10月,它都是橫行 但是如果你現在這樣去看 美金正在做反彈 雖然說中東局勢的影響 會有避險影響 但是似乎是幫不到黃金 你現在的走勢上面 黃金似乎有機會是慢慢偏遠的 如果你要買黃金 我們理論上應該要等低一點 現在這些走勢叫做反覆還行 會有機會再落深一點 挑戰下面的支持位就是 大概在20天 269 如果再跌遠一點 它會有機會跌回到2500多 現在暫時來說 走勢上面 我們看到黃金都是升不起的 至於銀是怎樣 銀也是一樣 你見到它在10月4日 做完高位32.9之後 馬上縮下來 今個星期見了連回兩天 你預計它會有機會再向下調整 找支持的 暫時來說 如果大家對於商品 譬如黃金和白銀 有興趣的話 應該不是現在這個時候 等它調整了 下來下面 我們才會再賣 我會預計這個銀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回到50天 moving average 大概29.5 那隻金 看看它會不會 退低一點點 當然最理想去到2500多 你才會想買入的 暫時來說 都是叫做偏遠 不用心急買入 就會是這樣 今天就這樣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就留言給我 拜拜